这个更年期的教师 正准备用它实陈功力 配合着108条戒律 教训眼前的海地 可它一张口 就是一个喷嚏 没事 调整一下继续 这下教师都打迷糊了 这是怎么了 直到一只小猫的出现 才真相大 原来德国有句谚语 肮脏的灵魂才会怕猫 教师应该就是这样的人 看到小猫的它 被吓得直接跳上五米高的柱子 心慌失措的它 竟然一脚踢倒了 旁边一个瓶子 看着地上的碎瓶子 教师傻眼了 这可是原青花呀 就这样 吃了哑巴亏的它 直接把怨气发在了海地身上 竟然连小公主克拉拉的面子都不给了 直接把海地发到墙角面壁丝裹 不许吃饭 可怜的海地 怎么也想不到 她只是因为 看到克拉拉常年在家的郁闷 就带她出去感受了一下快乐 怎么就被这样的对待 也许她根本就成不了 这个家庭的一员 想到这的海地 换回来乡下的衣服 她准备离开这里 回到那个属于她的自由世界 可教师一把抓住了她 单纯的海地 还把姑姑之前对她的承诺说了出来 可她哪里知道 她姑姑又骗了她 她根本走不了 因为姑姑已经把她卖了 她彻底成为这个豪门隆中的墨 夜晚 失落的海地 脑海中浮现出了 克拉拉因为她离开哭泣的样子 想起之前克拉拉对她说的话 善良的她决定留下来 她不想成为离开克拉拉世界的最后一束光 就这样海地白天就强承着自己 努力陪好克拉拉 尽量不让克拉拉看出她的难受 只有在夜里一个人的时候 她才独自面对自己内心的痛苦 但随着克拉拉父亲的回归 海地深藏的内心也被发现了 顺路一起回来的奶奶 一眼就看出了这个小女孩的异常 通过和海地的交流 奶奶发现了问题 于是她临走前找到儿子 告诉她其实海地在这不快乐 希望能让海地回到她的家乡 可儿子觉得是母亲想多了 她的认知里 能在她这个应有尽有的首富家里生活 那才是最大的快乐 何况克拉拉还离不开海地 所以她直接拒绝了母亲的提议